CORTEQ的FASH 最主要是控制Auto Lock 以及Profit和Loss Stop Loss的贏赔比例 就算贏了多少钱,可以输多少次 我想看看SIR 的力量有多厉害 MACD 正常是12,26,9 我这次用了18,32,12 首先我先介绍Gutme 我有参加团队赛 我的团队有Derek,Eddie,Stephanie,Stella,Sam Key 接着就是我参加深友杯 我有10条色 赢了那条就是金的 其余有Fresh,MKD,SMA 我比较熟的是MKD,SMA 今次我是用Fresh 3.2 金的那条 赢的%是214 是由5月到8月 有85个 order 大约Win rate就是61 Loss rate是24 Profit factor大约1.52 下面就是一个设计 设计你们可以下载的 其实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版本 我的测试Start,测试Level 全部都没有 其实是垃圾 除了CCY Power和MACD之外 我其他都没有什么 那个测试Distance就是1000 MACD我都设计到很小 希望它没有那么多延避 但是底气就不是那么大 CCY Power都是用M 但是我是用了Auto-Log 其实因为我要用子弹仓 MM我就用了5% 其实我是想试 因为我都是Fresh 不是很熟 我是想试一下Power 和MACD的混合 开头用了5% 接着 Take profit 3000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那些设计你们自己可以看 其实最主要我是再试另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Lifetime exit 我用了240分钟 等着我会讲讲的 还有Coud down 我用了60分钟 我晚一点会讲 亚洲时段我就是用3点到 和10点59分 等于你香港时间的Morning Trade 那我掛Signal的时候 就是用了CGY Power Trading Session 还有分了 我有分Full Day Trading Session 有亚洲时段和全日 MACD有分 有挂过M30 M15 那变成了Combination 差不多有十几条 那时候就挂了 这个就是在图里面 POWER和MACD 入单的情况 那你会见到 CGY Power 入到的时候 MACD是同一系列的 那我先讲讲 MACD 因为我其实 只是用了CGY Power 和MACD MACD正常是12.29分钟 那我今次用了18.32分钟 那其实你们用了 SIR的Altimizer 可以测试到其他的参数 那譬如 最好可能是87.6 或者53.1 那你到时可以自己试试 那就是time frame 我最主要就是做亚洲时段 那刚才都讲过了 为何我会做亚洲时段 因为我想避开那些新马情况 因为我time frame 是很短 还有我想看下 SIR的Power有多厉害 晚上我看不到 因为我睡觉 即是早上 早上我就可以 上班的时候 着了它 一路这样看 等下又发上发落 那你自己就可以看下 Power 和MACD 所以永远就是 在图上看 就不要看数字 那跟着就 讲讲了 这个setting 其实我过去也挺多 其实我们五六月开始 那我开始也没有怎么改 那我看过 咦?我开始的MM 就推到5% 那我发觉 我这次赢了几口 就好像等于 你买了 去普京赌了几次 赢了几口 人家通常都推下去 我就缩了 到开始就一路由5 跟着去到3 跟着去到2 去到2 去到1.5 那MACD 就开始 将底气 加回大一点 那sort loss 就开始缩小了 那你会变见到 我输的一个月 是输少了一点的 那这个就是我挂过的仓 那我贴帽 其实某程度上 过8个的了 你见到其他 我用做金的了 有些都做到152 或者100% 用大约同一条 我今次比赛 最主要就是 就是 性率就是 要开始一定要赢多一点 比例就是4比1 那一定要 flash 就是最主要 就是控制 autolock 以及 profit和loss stop loss 贏输比例 就是因为你要计算 你就算赢了多少钱 你可以输多少 不可以 在stop loss 里面 一波里面输完 因为我没有摆 big even 我发觉 big even 如果我是可能赢了10 但是最后一次 stop loss 你可以全部一次过 可以清仓 来到2025未升 其实我们已经 蜜萝股籌備 2026年的 深友杯比赛 这个程式比赛 一年比一年盛大 成绩一年比一年优秀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比赛 令到学生们更加积极 为自己的前途出力 用程式交易走出成功人生 如果你都想打开程式交易的大门 躺着下赚钱的话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 全方位入门分享会 帮助你了解更多程式策略 如果你想提早财务自由 立即点击描述欄的连结 领取更多攻略吧